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新冠病毒来自美国 震惊了吗 说得更确切 欧洲人发现新冠病毒来自德特里克堡 德特里克堡什么地方 德特里克堡是美国军方的一个病毒实验室啊 大家知道 本月早些时候啊 英美的媒体的报道说 意大利荷兰有两个实验室 对少量的新冠的疫情爆发前采集的血液样本 进行了重新检测 这事儿细节非常重要 大家听清了 是本月就是7月份早点时候 英美的媒体普遍报道 一 意大利 二 荷兰 两个实验室 对少量的新冠病毒爆发之前采集的血液样本 进行了重新检测 结果 有重大发现 就通常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抗体 居然 在新冠疫情之前的这个血液样本里发现了 这不应该呀 你知道吗 你发现了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了 这种抗体 这太邪门了 意大利米兰国家主流研究所 科学主管叫乔瓦尼阿伯罗 他呢 认为说 这个结果呀 说明了一个大家长时间 长时间困扰大家的问题 这个结果说明在意大利新冠病毒 有可能早在公认的那个爆发的时间点之前 就已经在一定限度之内传播了 新冠病毒没开始之前 它已经在传播了 这事大了 姿势体大 这新闻消息源是哪的 可靠吗 我告诉你 消息源如果有问题 这件事呢 那就是假新闻了 但是这个消息源 因为涉及到新冠病毒的来源 引发媒体特别强 特别是美国的世界新闻网 报道了这件事之后 所有的媒体 大家都伸长脖子 啊 居然有这事啊 得特里克宝 世界新闻网最新报道说 正是2019年 美军通过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 然后进入意大利 进入意大利 美军基地 有一些平民志愿者成了最早的受害者 那出现在公日时间点之前的这个病毒 尽管有华盛的邮报报道 尽管有这个英国禁报报道 尽管有世界新闻报道 但是这事这问题也太大了 这东西不行 那光看媒体不行 咱看研究人员的报道 结果呢 发现意大利研究人员有一篇去年11月的论文 也指出了一个具体的事实 这个事实的内容就是 959名 差不多1000名 肺癌患者 筛查他们血液样本的时候 就发现呢 差不多十分之一 959名 癌症患者筛查他们血液样本的时候 发现有111个新冠病毒抗体 检测结果阳性 天哪 怎么可能啊 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过于 其中最早的样本的检测时间 是2019年10月第一周 大家听清了吗 2019年10月 第一周 这表明什么呀 表明至少在2019年9月 他们就已经感染了 在意大利 2019年9月 这些人就已经感染了 这些人是900多名肺癌患者血液拿过来 那时候采集了 现在呢 筛查 结果发现阳性 就这么一个事实 这事实如果做得住的话 就问美国人你如何自吃 为了慎重起见啊 这事我我我我去我去查呀 啊 会不会有误差呀 这这这这些报纸倒是世界发位之内的 这这这些报纸联合作假 不可能这研究所联合作假不可能 会不会有检测误差呀 这事必须的认真对待啊 那当然 结果这事就捅到哪去了 捅到世卫组织了 世卫组织已经介入了 样本被送到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 用不同的方法检测 为了保险起见 不同的方法检测 重检 从头来 从头来再来 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原始样本和对照样本 在原始样本当中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抗体 现在说的每句话都很重要 而且两个实验室都检测到了抗体的样本当中 最早采集于2019年10月 他2019年10月他已经出抗体了 2019年9月他已经已经发现了 所以科学家对英国媒体金融时报说 2020年不是意大利一度相当厉害吗 病例激增 现在找到解释 原来在这 2020年意大利病例激增的情况 就因为事实上在意大利新冠病毒很可能 以某种更早的形态早就叫悄悄的传播 只不过没有大规模的爆发 但2020年还是集中爆发 意大利当时一塌糊涂 那病毒哪来的呀 现在业语查清 路径非常清楚 来自于德特里克巴 德特里克堡怎么能出这个东西呢 现在业语查清 来自于德特里克堡的医疗废物 医疗垃圾 这病毒来自一条垃圾 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 传播的路径啊 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 时间是2018年4月 2018年4月呢 大家知道德特里克堡关闭了 关闭了焚化炉 焚化炉 以前一辆垃圾是高温烧的 美国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地主家缺钱的 国际的军方居然就关闭了处理意料垃圾的焚化炉 为了省钱 然后怎么怎么处理这垃圾啊 你既然是你你不烧了 对不对 焚化炉关了 那从那以后 这种医疗 这种这个垃圾 生物武器垃圾啊 你知道 这个德特里克宝 它是生物武器级别 在内的大量的医疗垃圾 销毁工作 那这只好那不焚烧 那就得想办法掩埋啊 或者怎么样 这事谁负责呢 马里兰州 巴尔利摩 一家私人公司 处理这事的公司呢 名字叫 科蒂斯班医疗服务公司 市场化 你瞧人家市场化 对不对 德特里克宝 里面有各种各样 可怕的这个细菌 那是研究生物武器的 好 叫一家私人公司处理 私人公司如果负责任 那也很好 对不对 那就像 像日本这个福岛核电站 私人公司 表面跟你说的一套 对 他你为了省钱 你关了这个焚烧炉 人家公司就不省钱吗 公司也省钱 这家公司呢 到底是他们怎么找的 咱就不知道了 有没有腐败 咱也不知道了 咱就不发挥了 反正这家公司 有臭名昭著的 玫瑰记录和 不合格管理的历史 2019年6月 这家公司 就远的不说 2019年6月 这公司在 奉吉尼亚工厂 就因为多次违反 州的法规 而被州环境支撑部 罚过几十万美元 这可不是小事啊 几十万美元 一个收垃圾的 被罚几十万美元 你说他犯了多大的错 有人举报说 在地板上 大量的积水中 生物武器级别的 那种垃圾 就这么随意对吧 他们的员工 不穿任何防护设备 就这么豪横啊 人家不怕 什么生物武器不怕 人家不知死 还是你没告诉的实情啊 干活的人知道不知道 这是武器级别的 生化武器的垃圾啊 2020年1月的时候 德特里特堡 驻军的指挥官 叫德克斯特 纳什麗 他是个上校 他公开承认 说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 陆军基金实验室 这些年来 一直就没有办法控制 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里边的人说了 他那个为了省钱 现在不分化了 交一个私人公司来处理 但是私人公司怎么处理 是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的 是失控的 那问题来了 正因为这样 所以可疑的病毒 完全有可能 有机会在德特里克堡 内外的军事人员当中 广泛传播 那现在有个问题出来了 什么样的病毒啊 这到底什么样的病毒 这里面到底什么样的病毒 让我们看看德特里克堡 内外传播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美国现在又来一张报纸 这是美国军事时报 他们曾经想聊过 了解这件事 他们说 我根据自货法案 我向你索取 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 但是对不起 美国疾控中心 关于这个事情的调查报告 其中很多关键内容 已经被删掉了 不是迷信美国西闻自由吗 你想知道事 不知道 把你知道 但是叫剩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 余下的残留的部分 美国军事时报 发现德特里克堡 生物实验室 对待生物制剂 和毒素的态度 原来是这样的 真是后怕呀 比方说 一大堆 一大堆 这个美国疾控中心 检查的 在违规列表 比方一下 标注严重违规的行为 是人员在没有进行 呼吸保护的情况之下 进入实验室 还有一个呢 是实验室里边呢 很多人正在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 猴子或者星星 或者类人员 或者是什么基斯猴 不知道什么东西 反正对 非人 非人类 灵长动物进行手术 这个违规的行为 导致实验人员呼吸系统 直接暴露于特定制剂的 有个词 最近流行叫气溶胶 这是美国疾控中心检查到的 这德特里克堡 处理这个东西违规的情况 此外已经感染这个感染病毒的 非人灵长类动物就被简单的关在笼子里边 多名人员不配戴任何的保护这个装置 就直接进了实验室 还有第四 有一些人在处理这个生物危害性废物的时候 医疗垃圾的时候 根本不带手套 还有工作人员转移有害生物废料的时候 打开了高压灭军事的门 增加了严重受污染空气 从房间到高压灭军事的风险 而灭军事的人都没带呼吸防护设备 这还不算 除此之外 实验室建筑物外表没有密封 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缝隙 这人员在执行的生活安全和控制措施的时候 出现系统性失败 你瞧瞧 这简直是根本就没按照操作 根本就一切都胡来 但是武器级别的一辆垃圾都在里边 美国疾控中心不让你知道 理由是国家安全为用 国家安全为用 拒绝披露更多的戏剂 这些是小小不然的 疾控中心认为也没关系的 小的那些关键内容全部都删掉了 美国军事时报也弄不到 那好了 说了半天 大家一定着急了吧 那病毒怎么跑到欧洲去了 告诉你 病毒是搭乘美军的飞机过去的 美军卸血项目飞到欧洲去了 美国武装部队有个卸血项目 这个卸血项目是美军业已形成的 比较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 活跃多年的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是这样的 美军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驻军 到处打仗 所以它的鲜血的供应 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因此在这个项目当中 国家中心地区 华伦特区 马里兰 弗吉尼亚军事基地 在这一带采集血液 然后这个地方就包括德特里克堡 阿纳鲁斯 耶和基地 然后这个机构 每两周就把这个采集的血液 送到英格兰 送到意大利 送到欧洲 空军基地 那血液运输有要求 要求三天之内完成所有的程序环节 保持冷链运输 那是必须的 对不对 那到这被感染的美军 或者冷链血包上的病毒 就顺利的通过这一套运输体系 就到了欧洲 渠道是这样 再往下说 到了2019年8月 2019年8月 意大利有个大区的美军基地 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 干嘛呀 有三万多美军在世界范围之内 美军自杀呀 你想过吗 美军有三万多大兵自杀 这比同时间之内战争死的人要多得多 为什么 想不开 没有目标感 觉得活着没劲 然后心里又有问题 环境变化 现在不舒服 没劲 酗酒 睡不着觉 那好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美军里面就要提供心理咨询师 美军心理咨询师不够 据说美军里面还有牧师 牧师解决不了 他要死的事儿 那怎么 那在当地招募志愿者为美军提供心理教育服务 就来了一大堆心理咨询师 谁能想到这些为美军提供心理咨询师的人 他的心理问题解决没解决 不知道 反正你的新冠病毒问题中招了 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的报告 2019年的9月 在意大利新冠病毒的病例就已经记录在案了 远远的早于中国武汉在2019年12月发现的新冠病毒 所以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新冠病毒到底从哪来的问题 美国 气势区跟中国过不去 这个发现让美国人是有没有枯当着火的感觉 地方英国军事机的集中霸 也出现了严重的新冠病毒的这个局势 有件以上 世界新闻报的报道认为 美军极其冷链运输的血液的这个包裹 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当中 长时间被忽视的漏洞 现在发现这个问题了 那现在美国明目张胆的 你把新冠病毒溯源工作 政治化气势汹汹跟中国过不去 谁能想到如此丑陋的行径 为了掩盖什么呀 难怪美国政客前一段时间一直说 对美国的病毒溯源工作 然后跟美国过不去 这事绝对不行的话 你要弄的话就相当于打开了 满是虫子的瓶子罐子 美国人自己是知道的 至少机控中心他是知道的 原来在这种丑陋行径的背后 还有这样的令人震惊的引擎 大家可以想想 德特里克宝既然有这样的事情 既然在美国媒体已经公开报道了 那如果这件事情最后被坐实 那接下来还需要新的证实 新的材料 那美国 他们会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既然是到中国来 病毒溯源工作 中国基于配合 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 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之下 按照这个科学的原则 基于证据 我们到德特里克宝查一查呢 美国人敢不敢 让世界卫生组织 到你们的德特里克宝 去查一查呢 这期节目实在是太重要了 关系新冠病毒 自从司马能频道开播以来 我们说了多少新冠病毒的问题 这期节目我以为最重要 因为这期节目的现在 有个巨大的问号在这以后 我们还会说到这个问题 关于欧洲病毒来自德特里克宝 这个事呢 有人呢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说有没有可能反转呢 结果闹了个乌龙啊 现在呢 新闻呢 反转很常见呢 不是没有可能的 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所有的事情 只要说到科学 那一切要讲证据 现在呢 在欧洲发现的 这个新冠病毒 来自德特里克宝 这个路径比较清晰 如果现在有证据 否定的这个路径 如果有证据证明 在新冠病毒 这个爆发之前 去年9月 2020年的9月 2020年10月 那个时候呢 这些事 证据不存在 那自然这事有过去 但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 调查研究之后 美国人 美国政客 对这些事情采取 惠莫如深的态度 用一句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比较熟悉的话说 那叫做手段的卑鄙 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我希望美国政客 能够用你们那种的 手摸着圣经的那份诚实 告诉我们你们没有撒谎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